各位观众大家好,我是中国驻旧金山总理事馆副总理事张力友 华体会的历史已经有14年,今年第14届 我为华体会14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我代表中国驻旧金山总理事馆向华体会的创办人 各位执行长,副执行长,还有各位处长们表示中心的祝贺 今天是2016年的第14届 中国驻旧金山总理事馆还会一如既往的出席有关的活动 甚至参加比赛,中心祝愿华体会 2016年盛会圆满的成功 同时也衷心的希望华体会能够进一步的茁壮成长 成为湾区凝聚桥舍团结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的平台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华体会办得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